童阳甲怎么可能逃得了,大同军不仅有五千龙骑兵,还有五千卢相声统领的萧骑兵 仅骑兵就有一万之数 这货带着几个包衣奴才,骑马从北门出逃,都还没过护城河,就看到数百骑兵围杀过来 童阳甲又连忙回城,他不敢绕着城墙跑,因为除了北面城墙,其他三面全都有大量敌军在攻城 当城墙缺口被大同军占领之后,两侧城墙也被大同军拿下 继而顺着城墙冲杀,帮助正在爬云梯的友军登城,守军难以抵挡,一段又一段城墙告破 守军士气崩溃,开始大量逃亡 也有一些守军将领,带着部队跪地投降 但他们不属于倒戈,打到这种程度,即便倒戈也将被划归战俘行列 上万溃兵朝着北门逃去,童阳甲被溃兵阻住,只得再次调转马头,重新试图从北方逃走 卢相声带着萧綦兵在北城外冲杀,亲手砍翻树人之后,当面的几千溃兵全部跪降 他立即侧马冲向另一道城门,童阳甲骑着马儿太过显眼,卢相声直奔这个家伙而去 童阳甲吓得再次转向,跟狼奔属突的溃兵撞上,接连撞翻两人之后,战马完全失去速度 卢相声带领萧骑兵飞奔而至,已经跪地投降的溃兵,害怕被骑兵队伍踩踏,连滚带爬的冲向墙根处 饶命,童阳甲惊恐大呼,卢相声奔至其身边,喝道,下马跪地投降 童阳甲连忙下马,乖乖跪在地上,我有重要军情相告,求见大同皇帝陛下 卢相声下令,捆起来 城墙上,孟雄碧倒地装死,身旁不远是被打翻的滚烫金枝 他只决一阵阵反胃,强忍住恶心,睁眼偷瞧四面的情况 只见周围敌军都已跑开,孟雄碧立即脱甲,想要伪装成普通士族 那边有个打字关,确实各段城墙的守军全部溃逃,一部分大同军回来占领城墙 孟雄碧吓得魂飞魄散,连忙顺着斜坡离开城墙 刚逃下去,又遇到一群民夫进城,孟雄碧扭头窜进街巷当中 民夫们兴奋莫名,上百人呼喊追击,最终在一条旱道将其堵死 不要杀我,我是汉人,孟雄碧跪地大喊 民夫们嘻嘻哈哈,由于没有绳子,于是纷纷解下腰带,将孟雄碧舞花大绑 孙定辽却是躲入民居,城中百姓早被驱逐大半,这个大宅子里没人 他寻找到几件衣裳,脱甲换上,接着又割辫子,可惜后脑勺的头发割不完 半下午时,有一对大同士族进来搜查,孙定辽先把甲咒扔到井里,接着自己也小心翼翼下井 哦,孙定辽一阵干呕,井里竟然飘着尸体,那是清军驱逐百姓,附带着侮辱妇女,一个女子为宝珍洁投井自杀 已经死了十多天,早就被井水泡成巨人关,肚子鼓起如同怀胎十月的孕妇 孙定辽一脚将尸体的肚皮踩破,内脏和会晤全涌出来,那种恶臭让他根本忍不住 井里有人,一个大同士族喊道,众人围到井边,探入井中查看,瞬间就被熏得缩回脑袋 哦,好几个士族,在井边吐了一地,带队的时常偶玩擦嘴,说道,扔一条绳子,把人拉上来再说 让民夫过来清理水井,再立块牌子,这段时间莫要喝井水 赵汉把指挥部搬到城中府衙,三百板甲亲兵已经回来 只有两个受伤,都是被热油烫伤的 幸好只是热油,而非滚油 最惨那个被热油溅入面甲缝隙,摘掉头盔之后,半边脸全是水泡 军医害怕感染,将水泡完全刮掉,还用烙铁来烫死伤口,再用酒精冲洗之后敷上金窗药 破项了,实战如何?赵汉问道 朱油洞回答说,盾牌撞击密集阵型,没有平日演练时那般有用 扩建也砍不破敌军的盔甲 陛下,铁人均可更换盾器,铁剪,铁锤,铁棍这些都可以 盾牌也不要了,双手使用盾器更好 可以,赵汉仔细思索道,今后改用链锤 双手持的大链锤,即便敌军有盾牌,也可砸击盾牌边缘 带尖刺的锤头可越过盾牌锤击敌人头部 距离拉近之后,长柄链锤不方便挥击,就用手握着铁链去锤人 锤银尾部也加装尖刺,能破甲那种,来不及转身时,用于向后刺击 朱油洞认真想想,觉得这种长柄练锤确实厉害 自己握着锤柄,穿上板甲横扫出去,怕是根本没有敌人敢接近 不多时,卢相声带着俘虏进来 陛下,这是伟青的守城主帅童养甲 卢相声说道,专给伟青造火炮的童养性,是此人的兄长 他说有重要军情求见 赵汉笑道,辛苦了,坐吧 卢相声甲皱在身,也不方便坐下,干脆站在旁边 童阳甲扑通跪地,陛下,小人有军情相告,请陛下饶小人一命 赵汉冷笑,这个时候还跟我讨价还价 你所谓的重要军情,是不是多尔滚的援兵要来了 童阳甲顿时愣住,难道有谁比他先用情报换命 大同军不但猜到多尔滚要来,退守颖州的第五师,也已经在江梁的带领下,正朝着商丘方向迅速赶来 即便赵汉没攻下商丘,也能先扎营助手,等着萧宗贤赶到,再以三个师的兵力跟多尔滚对阵 赵汉扫了童阳甲一眼,说道,拖下去砍了,尸身焚烧 头颅用石灰弄好,派骑兵传守各成,勒令守江县城投降 被抓住的真达子,还有将清一年以上的假达子,不必审问罪状,全部砍头传守各成 将清一年以内的俘虏,将领全部砍了,底层军官审问罪行 至于被俘的普通士族,暂时编为罪民,等其他百姓分田之后,罪民才可以分田落户 五年之内,罪民必须给官府免费服役,其本人不得担任公职,但罪不及子女 陛下饶命啊!童阳甲都被吓尿了,是真尿了,裤裆湿淋淋的 他是满清文臣,虽然也打过仗,但从来没有阵战厮杀过 童阳甲,孙定辽,赵之龙,孟雄碧等人,在城外再次团聚 他们被堵住嘴巴,排得整整齐齐,等着被一个个砍头 城墙之上,无数军民观看行刑 每砍一个,就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童阳甲被排在最后沙头,整个人瘫得如同煮熟的面条,连跪都跪不值了 行刑人员无奈,只能乱枪戳死,最后照着尸体把脑袋砍下 这些人的头颅留下,尸身全部烧毁,就连沾血的地面也过一次火 民夫们被组织起来清理城市,特别是水井,里面有死尸的要反复清理 还要撒石灰进行消毒,短期之内不得饮用该井之水 被驱逐的商丘城百姓,陆陆续续回家,落集之后就能领回家宅,店铺 肯定有人冒领,但无所谓 只要不出现纠纷,官府懒得去管,反正城内也需要充实人口,恢复繁荣 城墙缺口处,赶紧用土石重新填起来 多尔滚的援军就快来了,填补缺口好守城,等敌军士气下降在决战 战死的大同军士族,农兵和义军,登记造册之后,就地火化成骨灰 山东瘟疫严重,挨着山东的归得府,疫情同样不可轻视 虽然有一生进行防治,但大同军将士,已经被感染上百人,义军和鸡民被感染的更多 缴获了多少粮草,赵汉叫来负责后勤的军须官 军须官回答,还未算清楚,大致估算有两三万石 赵汉输了一口气,还好,敌军没有鱼死网破,在县城之前把粮草烧掉 粮食现在才是最重要的,需要救济的百姓太多,赵汉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即便干掉多尔滚的主力,也没法在率领大军北上,顶多占领山东和河南 至于北直立,只能派前小谷部队出击,能拿下多少城池算多少 而且没粮食搞移民工作,山东,河南得继续荒着,先就地安置本地的难民 宁灵,带着一堆打子和汉奸首级,前往宁灵县劝降的龙骑兵,正好跟多尔滚派出的探马撞上 宁灵县首将左右为难,这祸手里只有几百兵,其他士兵都被同仰甲抽去防守商丘了 南面是刚打了胜仗的赵汉主力,北面是多尔滚带来的数万八骑军,这他娘的究竟该跟着哪边 左右为难之下,首将孤身骑马逃跑,打算带着几百两银子隐姓埋名 爱谁谁,多尔滚得知商丘失陷的消息,而且同仰甲全军覆没,顿时气得一言不发 商丘那么坚固的城墙,那么宽阔的护城河 同仰甲,孙定辽两个混蛋,竟然只坚守了11天,简直就是一群废物 古代打仗,防守兼程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都如同家常便饭 多尔滚给同仰甲的任务,只让他坚守半个月,谁知半个月都守不住 一群满清高层,停在宁陵县以北,大眼瞪小眼的,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基尔哈朗叹气道,打不得了,商丘城陷落,咱们现在赶去,就是打攻城战 如果不能快速破城,敌军就会有援兵,到时候就是咱们被里应外合,前后夹击 基尔哈朗属于保守性格,黄台吉以前多次出兵,他都是持反对意见,因为觉得打起来没把握 多尔滚不说话,他还是想不明白,商丘城咋就没了呢 就算被火炮轰开一个口子,城内那么多守军,也能坚持个一两天啊 只要再坚持一两天,他的主力大军就到了 满达海说道,咱们数万八旗军,哪里去不得 商丘陷落,必是被火炮轰塌了城墙 咱们也有火炮,对着缺口继续轰击,几天时间就能重新轰开 到时候,数万八旗军杀进去,对面肯定挡不住的 不要再想了,一路杀过去 基尔哈朗反驳道,敌军数十门火炮,若是架在城墙上,居高林下跟咱们对轰 你该怎么办? 这,满达海无言以对 孔有德忍不住说,不如在此地布置一兵,主力去山东,把山东之敌歼灭再说 满达海说道,商丘的敌军肯定会追来 孔有德说道,追来最好,可以在野外作战,总比去商丘攻城容易 多尔滚点头道,此计可行 去山东是假,引诱敌军主力出城是真,咱们就在野外将敌军歼灭 摄政王,摄政王,呼呼,紧急军情 这是满清的山东战报,本来先送去开封府 得知多尔滚向商丘进军,于是从开封府快马追来 多尔滚打开战报,两久无语,终于缓缓说道,多多战死 山东的八旗军,已经没了一半 众人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听错了 继尔哈朗吞咽口水说,石王战死 难道是有将将临阵倒戈,石王被杀个措手不及 多尔滚摇头,堂堂正正作战,两军兵力相当 若算上将兵将将,多多兵力还占优 大同,伟同之兵,确实厉害得很,不是大明边军可比的 满达海这次也听傻了,他虽然看不起多多,觉得多多打仗是个废物 但两军堂堂正正作战,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输掉 大同军的战斗力已经无庸置疑 撤吧,继尔哈朗说,撤回黄河以北,勒令阿基格也撤出山东 只能防守紧要城池,否则撤得慢了,几万八旗军很可能要被包围 满达海还是不甘心,说道,得再打一场 多尔滚响了想说,暂时撤回去,等敌军追来 拖长他们的战线,在寻击断其两道,总能抓住机会的 这个主意,继尔哈朗赞成,满达海也无法反对,获得满清贵族的一致认可 他们当天就撤军,撤至沉流时,再次接到军事情报 这次是从辽东发来的军情,多尔滚阅读之后,忍不住揉揉眼睛,再次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 敌军打到沈阳城外是什么鬼,那可是绝对的大后方,那可是满清的首都之一,敌人难道是飞过去的